Youtube Hello 大家好我是TNT 字幕版的 Joseph 今天我仁就要 Battle Arena 参加 RAZOR 所举办的 event OK 废话不要讲这样多 我现在手上就拿着这家很多很多电竞玩家的 梦寐以求的电竞手机 RAZOR Phone 2 首先这个电话看起来它的外观 比起其他手機的話,這部手機的邊框是相當正方的 所以外型上看起來會顯得硬朗一點 由於這次Razer Phone 2就為了加入Wireless Charging這個功能 所以手機的機身就用了玻璃的材質 所以配置方面就變成了兩種不同黑色的結合 所以人家看你用這部電話是不是就知道這個人確定很有性格 而配置方面這部手機就藏了Snapdragon 845的處理器 8GB RAM加64GB ROM 而且注意給的是我們MicroSD擴充高達2TB 所以你要到什麼遊戲嗎?PlayStone那些遊戲嗎? Download 玩好不好? Download 不過咧,注意給你們還是它這塊螢幕 5.7吋支援HDR最高120Hz的更新率 還有Ultra Motion的科技 我覺得啦,如果我用這部手機玩遊戲的話 眼睛直接爆掉 玩遊戲肯定順 相機配置方面的後面就是一顆12MP F1.75的 廣角鏡頭再加一顆12MP F2.6的Telephoto Lens 支援人像模式、美顏功能 至於效果如何,你們就等我們的評測 OK,記得看啦 還有你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樣,這個是什麼 這個不是Logo 也不是RGB的 這個是信仰的一個嗎? 電競手機嗎? 哪裡可以不發光的? 這部Razer Phone 2咧? 你可以使用裡面的一個App叫 Razer Chroma來設定 裡面提供了高達1680萬種顏色的女權 這樣子玩遊戲輸了 還不用剪 因為你還可以放在那邊閃下閃下 集眼 除了可以自定義顏色以外 你還可以設置 notification like 好像Facebook來的時候 打叮 藍色的燈 Snapchat的時候 打叮 黃色的燈 WhatsApp的時候 打叮 青色的燈 就是很敬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選擇它的燈光效果 比如說呼吸燈 或者你要Static 或者你要Spectrum 好像有Wave 這樣也是可以 至於那些喜歡上廁所在那邊玩電話的朋友 就是你們可以一邊泡雨 一邊打遊戲 因為還有這個IP67的防水防塵 加上這個Wave Chamber Cooling System 你可以在廁所慢慢打 自己一個人打 打到爽 都不用擔心散熱的問題啦 至於價錢方面呢 這部手機的售價是 RM3449 1月15號開賣 也就是今天啦 所以喜歡的朋友 不用考慮了 因為你買的不是手機 這個是信仰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按讚 TAC你打擊Gang的朋友 一人買一家 放在那邊發狂啦 我是TAC中文版的Joseph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哦耶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